台东上海铁马自行车道有不少民众会在休闲假日或者下班的时候来到此地进行运动或者散步 不过近日有民众反应铁马道木栈道有木板掀起怕会造成民众受伤或者是不便 记者实地勘察 有民众反应在那个马兰铁马道这段那个木板会翻起非常的危险 好让我们实地走一段来看看 有关单位也表示 整条路线我刚提到整条路线相当的长 那整个要维护需要很多的精神 所以我们大概在有限的经费之下 我们也就是尽量分段来办理 各呼吁民众如果看到公共设施损坏也可以帮忙与相关单位联络 会尽快处理 目前马兰铁马道路段也将尽速改善 给民众一个完美的运动环境 以上是由记者杨国柱正会部报导